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師鄭文貞 今天是5月17號星期三 祝福大家小週末愉快 昨天台股大漲了200點 昨天台股足足大漲了200點 貴買指數也大漲 那你去想 其實昨天台股的大漲 絕對不是意外 其實在近兩週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一個重點 就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當時我一直在強調 只要說4月份的月報 跟第一季的季報公佈完畢 台股一定會大漲 就是說就會有大量的低階買盤 開啟續作進場 那你就想 昨天是幾號 5月16號 昨天是5月16號 第一季的季報 最後公佈日 就是5月15號 那你去看 有沒有這麼臭巧 第一季的季報公佈完畢之後 隔一天馬上就大漲 這絕對不是巧合 而是說第一季的季報公佈完畢 第一階買盤就開始 真的就開始去大量進場 所以其實 昨天這樣的現象 它就可以證明一件事 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的邏輯 第一季到第二季的濫營收 它會是第三季跟第四季 全年數字夠強股票最好的買點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邏輯 我一直跟大家講 其實在這個時間 你不用去管什麼 美國債務上限通膨什麼的 美國債務上限這個東西 你完全不用花時間去思考 因為不可能會發生 絕對不可能會發生 所以這個東西就不要浪費時間 你只要去思考一個很簡單的重點 第一季到第二季 本來就是多數產業的谷底 既然是多數產業的谷底 營收爛合情合理 既然是谷底 營收爛有什麼關係 這就很正常 但是如果說全年的數字夠強 其實四月或是說第一季的營收不好 造成的下跌 它反而會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買點 你去看 昨天完全可以證明這件事 昨天台股是大漲一根長紅K 昨天剛剛好就是5月16號 這絕對不是湊巧 沒有這麼巧的說 5月15號公佈完畢之後 5月16號馬上就大漲 因為說在5月15號之前 第一季的季報會一直公佈一直公佈 5月10號之前又會有4月份的月報 所以不論說月報還是季報 它都會影響到各股的走勢 所以一定是說真正的低階買盤 會等到5月16才開始去進場低階 有沒有 跟我們講的是一模一樣 所以光是這樣子的狀況你就要知道 第一季到第二季的利空 會是在今年旺季最好的買點 所以其實我們從上週就一直跟大家講 很多人會覺得說第一季的季報不好 股票怎麼跌成這樣 是不是出了什麼狀況 或是說很多股票4月份的月報不好 或是說季報不好 結果就直接吃了一根跌停板 然後我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東西它叫做非戰之罪 就是說這是一個好買點 但是說對於法人或是說投資機構來講 他們沒辦法他們不得不去做減碼 因為像是說外資 投信 或是一些大型的投資銀行 他們說他們部位很大 如果說看到一間公司 營收開出來不好 他們礙於說封控的限制 一定要去減碼 所以我當時一直強調說 很多股票其實你看到它跌 不是真的它不好 而是說法人機構 它就是有封控的機制 就算說經理人非常看到這張股票 但是因為說它數字開出來不佳 所以只好先去做減碼 但是這對於一般投資人來講 這就是最好的買點 是吧 所以你去把這個邏輯 你稍微去消化一下 你會知道這個時間點 很多股票位階真的是非常便宜 現在去買真的不會吃虧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到一個重點 你說好 我已經知道這樣子的邏輯 全點數字夠強 股價的位階便宜 只要說營收開出來不好 這就是最好的買點 這個邏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但是重點 你還是要知道說 就是還是要回歸到全點的數字 它全點的預估數字是多少 你才會知道第一季到底是真爛還是假爛 我這樣舉例 我們說文貌好了 文貌在第一季是虧損 那你說全年的數字好不好 今年的數字其實是不好的 今年的數字是不好 是一直到2024年它才會有成長 就是說你要去知道 你要先知道一間公司 全年的預估數字是多少 你才會知道 第一季到底是真爛還是假爛 沒有錯嘛 否則你說好 看到第一季營收不好 隨便去低階 它有可能出現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連續性的下滑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 這個時間點 對於一間公司 未來預估數字的掌握 會非常的重要 因為說你要掌握到 這間公司的預估數字 你才會知道 第一季跟四月份 到底是真爛還是假爛 這個邏輯沒錯嘛 所以你看 其實在這個時間 大盤的重要性沒有到這麼的高 掌握產業價數字 真的很好賺 很多個股都是一樣的概念 大家可以先加入我的Line好友 在裡面會有更多相類似的邏輯 其實大家可以先加入 拿手機 用手機的 打開手機的相機 直接掃描這個QR Code 可以直接加入我們的Line好友 或輸入ID 小保暑W178 大家說裡面會有一些盤後的節目 一些對於各國分析 這些都是基本 有一位投資人 其實加入我們的Line好友 他做了一件事 我滿驚訝的 就是說 他做了一件讓我滿驚訝的事 他是去把我所有講過的股票 把這些數字全部都記錄下來 只要我講過的股票 他去把今年的預估數字全部都記下來 他自己記下這個數字之後 他用自己比較習慣的技術分析 或是說一些獨家的指標 下去操作這些股票 結果真的還賺不少 這是我滿驚訝的一件事 所以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就是說把我在Line好友裡面 講過的所有股票數字記下來 其實你再去接下來你就用這個數字 自己去操作 其實穩定性真的會非常高 好了回到重點 3715的電影投控 來去看 電影投控 掌握產業跟掌握一件公司未來的數字 這個優勢到底有多大 其實你去你會很清楚 你對於一檔股票它的價位 你會非常的具體知道說 這個價位到底是便宜還是貴 就像說好電影投控你說25元 這根長黑還沒上來之前 其實你不會覺得 它是一檔便宜的股票 你去看 看起來就是漲了一大段 是不是 當然它從17元漲到25元 當時很多人還覺得說25元是不是太貴了 如果說你不知道它的數字 當然會覺得貴 但是如果你知道它在今年要賺2.5到3 其實這個價位不貴 好那你去想 當你掌握到這個數字 其實 該怎麼做動作你會非常清楚 這裡 25元以下便宜 買進之後一根漲停板 再怎麼講 都不可能在這一根長紅可以去賣掉 這一根長紅可以沒理由會賣 現行這麼強 我可以跟你保證 10個投資人 9個都不可能在這裡會賣 隔一天跌停板 你說跌停板這一根我會不會吃到 這一根絕對會吃到 因為 在前一天沒有理由會去賣 為什麼要在這裡賣 這裡不會有一個賣出的理由 剛剛起漲 而且現行這麼強 剛突破前高 再怎麼講 這一天一定會續爆 只要續爆 就會吃到這一根跌停板 所以我也不會延 這一根的跌停板 我也有吃到 就是說 這根跌停板我是避不掉的 就是以一個正常的操作思維來講 這一根跌停 大家一定都會吃到 但是就像我講的 你說它為什麼會一天漲停 一天跌停 我怎麼會知道 你等等再問說 它怎麼會這樣一天漲停 一天跌停 我真的也不知道 因為台股就是潛疊市場 你說 當沖隔日沖 次日沖 一大堆因素 都會造成這樣子的現象 到底具體的原因是什麼 不重要 但重點是 我會很清楚知道說 這一根跌停板下來 我應該要去怎麼做 這才是重點 你說我知道這根跌停板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沒有作用 沒有意義 而是說這根跌停板打下來之後 我要去做什麼動作 這才是重點 好 那你去看 當時就跟大家講 這根跌停板 跌下來最低到25.2 非常的便宜 因為今年的預估數字是2.5到3 2.5到3 打下來25.2 這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所以如果你有持股的投資人 不要在這裡去殺低 更不會有停損這個選項 所以跌下來只會有兩個選項 要嘛續爆 要嘛就去加碼 是不是 當時就這樣講 那你去看 跌破25元之後 直接馬上往上拉 跌破25元 馬上有低肩擺盤進場 往上拉 拉了7% 前天本週一小幅度的上漲 昨天又再大漲了7%左右 又回到了前高 那你去看 假設你沒有掌握到2.5到3塊錢這個數字 這一根跌停板下來 10個有9個都會停損或先出場 那如果說你停損在這一根跌停板的長黑 一直到昨天 不就吐血嗎 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強調一個重點 就是說 台股是潛跌市場 潛跌市場說一檔股票它的漲跌會受到各式各樣的影響 隔日沖當沖什麼沖 甚至說消息面 它都會影響到股市的走勢 問題是說 它影響的只會是短線的 我們只要說很清楚知道說這個價位 到底要去做什麼動作 其實這些東西都不會干擾到你的獲利 因為很多人會很排斥說當沖或是說隔日沖 其實這個東西它影響的永遠是短線 大方向絕對不會受影響 所以你看當你掌握了這樣子的數字 有沒有 這一段很輕鬆你就可以賺到 25元以下買 拉上去之後又跌回到25元 再去做加碼 昨天又是大賺 這就是產業家數字 25元你掌握這個數字跌下來 真的就是往上拉是不是 那再來你去看 其實你說這個東西裡面最關鍵 也是最難取得的 就是這個數字 2023預估要賺2.5到3 這個數字才是我最大的價值 因為你去網路上Google 你去問CheckGPT 它可以告訴你說定領頭控 今年的利多 今年的題材有什麼 它甚至可以寫出說 3000至5000字的文章利多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絕對搜尋不到的 就是今年的數字 但是要獲利的關鍵 就是取決於今年的數字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其實加入操作最大的價值 就在於說 我們團隊掌握了多數熱門股 未來的數字 好 那你去看 3363的上全也是一樣 上全我們是完全公開操作 這檔股票也可以算是近期最誇張的一檔 3363的上全當時有講 寡占性轉機性 所以它的本益比可以拉到很高 今年上開1塊錢 1塊錢加上乘以30倍的本益比 30元以下就是一個低風險 而且高報酬的買點 4月15號跌停板的當天告訴大家 等買點 隔一天開梯走高漲停板 4月27第二根漲停板 4月28第三根漲停板 是不是 一根跌停連續三根漲停 5月2號這一天又是一根跌停板 很多人在問能不能去低接 當時就講了嘛 這裡先不要去買 等到它跌到30元以下 我們再出手30以下才叫做低風險 高報酬的買點 5月12號 這一次又比4月份更誇張 4月份是隔一天漲停板 5月12號是當天就馬上漲停板 最低29.65 跌下來當天直接漲停板 隔一天盤中一度又是漲停板 昨天有沒有誇不誇張 昨天又是漲停板 連續三根 一模一樣的狀況 跌破30元 三根漲停板 跌破30元 三根漲停板 這兩次唯一的差別 就在於說 上一次有鎖 這一次沒有鎖 就這樣而已 所以你去看 掌握了一間公司 它未來的預估數字 賺錢真的是不難 電影投空你掛25元以下買 很輕鬆都賺得到 上全你掛30元以下買 你就掛個29元 29.9 六根漲停板 從4月到現在就是六根漲停板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很多的股票 都因為4月份的營收 而出現非常漂亮的買點 如果說手上的持股有任何的問題 也都歡迎直接打電話進來詢問 今天我們也會針對激檔 全新的黑馬股進行佈局 廣告時間也記得先加入 我們的LINE好友 小老鼠W178V178 我們先進段廣告 所以其實股票市場 所有應該說你在我們的節目 在我們的YouTube 或是說LINE好友裡面 看到的所有操作 你覺得很神奇的操作 全部都是建立在 未來的預估數字上面 包含像是說 其他人像是說 見準 清晨 立端 安晴 全部 每一檔 它最關鍵的 全部都是在未來的 預估數字上面 應該是說 如果你說這些東西 說技術面 基本面 產業面 什麼東西最重要的點 是在哪裡 就是未來的數字 只要說把這個未來的 預估數字拿掉 我們所有的操作都不成立了 就是說它都沒有辦法 形成一個很完整的操作 所以我就跟大家強調說 其實掌握產業加數字 但是在股票市場賺錢真的不難 而且你會很具體 很有邏輯性的知道說 這個點位為什麼要去做買進 或是說賣出 就像是說上權 你去看 其實我們講的極端一點 3363的上權 這樣子的例子 只要說你知道 它寡占性 轉機性 本益比可以拉得更高 透過產業知道 30倍的本益比合理 透過數字我會知道 今年上看賺1塊錢以上 賺1塊錢的話 1塊錢乘以30倍的本益比 大概就是30元 所以當你掌握到30元這個價位 你就跟法人 站在同樣的角度 再看這一檔股票 所以你看30元以下 我們講的極端一點 只要你在4月份 每一天喔 每一天你都掛29.9 去買上權 你就每天這樣掛 每天這樣掛 一直到今天 6根漲停板 足足6根漲停板 這就是產業加數字 所以很多數字其實在 在我說 有去特別修正之前 其實這個數字都是可以沿用 因為說這樣子的數字 它是會隨著接單的情況 營收開出來的狀況 下去做改變 但是在我修正之前 大家都可以去做沿用 所以在我的Light裡面都會有 大家可以直接用相機掃描 我們右下角的QR Code 直接加入去看 就像我們 就像剛剛有提到的 有一位投資人就是 其實說這一位投資人 算是媽媽啦 那他原本是不太懂股票 只是說聽我們剛才講的數字 覺得很有趣 就自己去試試看 全部把它記錄下來 用自己比較習慣的技術指標 可能說KD RSI什麼都好 用自己習慣的技術指標 下去做操作 結果真的賺了不少 所以算是說把我們的Light社群 提升到一個更高一層的境界 大家可以自己加入去看 所以你看 3008大立光 大立光我們在1月13號 就今年1月份 今年1月份特別講 當時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法說會不好 結果吃了一根跌停板 當時全市場都不看好 當然我就告訴你說 2000元以下是一個便宜的買店 今年最差要賺140元 其實說140元這個數字 在還沒有下修以前 他都可以一直去做沿用 只是說這個數字是會隨時去更新 就是他會隨著說接單的狀況 或是說一些砍單的情況 下去做上調或是說下修 140元 只要沒有修正過都可以沿用 有沒有你去看 1月份不到2000 一路往上拉到2500元 這也是又是一樣 換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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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以下又開始往上拉 其實很多人就會說 這一段緩跌是什麼意思 其實這一段緩跌 它不代表任何意義 就代表說市場認為 它沒有投資價值 所以沒有進場去買 但是你去看 真的就是這麼神奇 緩跌到2000元以下 馬上就開始大漲 是不是跟我們1月份講的 一模一樣 這就是數字的優勢 它是可以一直下去做沿用 只要說跌破 可能就會引來 新的低階買盤進場 所以其實你只要說 掌握這個數字 應該說這個數字 就是我們最大的價值 你說很多的基本面 題材面 你去網路上都搜尋得到 唯一搜尋不到的 就是未來的預估獲利 3022的微強電 微強電昨天漲停板 微強電也是一樣 微強電它就可以代表一件事 四鑽石一定會發生 一定會發光 今年要賺9到10塊錢 9到10塊錢 當時就有講到 90元以下 80元以下 應該說90元以下 都是一個很便宜的價位 所以這個位置買 跌下來之後 我們一樣會再去買 有沒有 昨天一根漲停板 90買一次跌下來再買一次 一根漲停板 所以這就是我在強調的 操作上 一檔股票 沒有什麼股票 永遠只會漲不會跌 但是只要說跌下來 你清楚知道 我要去做什麼動作 其實跌下來 是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就是買一次 跌到80元買一次 往上拉 93一根漲停板 其實這個邏輯就是說 90元這個位置我會買 跌下來80元以下 我更會去買 大家可以去想一個簡單的邏輯 就是說為什麼有一些股票 跌下來你反而要去做加碼 就像說一項商品 我們在買賣東西 一項商品 打八折你會去買 那打五折咧 總不可能說同樣的東西 打個八折你會去買 打了五折你就不買了 沒有這回事嘛 也就是說打八折你會買 打了五折你會更想買 一模一樣的邏輯 你把一些生活化的東西 套用到股票市場 其實它是一樣的東西 包含像是散熱族群也是 三立一切的齊鴻 來 你去看齊鴻當時有講 過了160大概是5月2號 齊鴻過160之後 就可以開始去 因為過160它就把天花板 都已經帶高了 整個散熱天花板帶高 這個時候就要去找其他的補償股 雙鴻有沒有 當時講得非常清楚 5月2號雙鴻我不會去買 因為250元的雙鴻 跟160的齊鴻 位階是一樣的便宜 所以我不會去買雙鴻 那你看一直到昨天有沒有 5月2號買 根本就沒賺錢 但是當時有講我會去買見準 因為見準的位階又再更便宜 比雙鴻再更便宜 一路往上拉 67.5 69.5 一直到昨天 都還是賺錢 5月2號 有沒有 在這個位置本益比只有12倍 很明顯就是低於雙鴻嗎 一路往上拉 那當見準漲上來之後 也不用去追高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位階又再更便宜的情城 是不是 本益比只有10倍 位階又再比 見準再更便宜一點點 昨天半根漲停板 這個位置往上拉 所以這些其實說 你現在所看到的所有操作 看起來說非常的神奇 怎麼齊鴻漲漲上去 不買雙鴻買見準 見準漲上去再轉去買情城 這個東西全部都是建立在 產業加數字上面 所以把握這次的機會 很多的股票都是因為 第一季跟4月份的營收不好 而出現非常棒的買點 想買進全新的黑馬股 直接打電話進來 那任何個股問題 也都歡迎韓中詢問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